谁 什么 这破班纸真的价值八千万 张总 既然你这么有实力 又号称股神 敢不敢跟我赌一把 张良瞬间满脸的不屑 跟我赌 你什么档次 我随便一根手指都能黏死你一万次 你拿什么跟我赌啊 在这个圈子里 谁不知道我股神张良的名头 你也配跟我玩 吴宗林轻和了一声 张总 这我就要替苦先生说句话了 最近天海集团股票那件事 唯一赚到钱的两个人除了肖总 另外一个就是这位苦先生了 茅台突然暴涨 苦先生也提前疼了祸 我听肖总说他之所以能赚钱 都是这位苦先生带他的 一听这话 在场的众人都露出震惊之色 张良更是眉毛一跳 天海集团股票那件事 他也出手了 但是他选错了方向 还赔了几百万进去 他不相信 连他这个股神都赚不到的钱 却被一个无名小卒给赚到 肯定是懵的 年轻人 你运气不错 但别太张扬了 在我们这些老前辈面前 你这点成绩 啥也不是 我微微一笑 张总此言诧异 金融圈子 可不是看年龄赚钱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广场的大爷大妈们早就成了世界首富了 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 光靠嘴巴可不行 一切都要以实力说话 眼看现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吴宗林赶紧打起了原厂 张总 我看这件事就没必要较真了吧 苦先生他 然而他话没说完就被张良给打断了 吴行长 你要是不想招惹麻烦 那就乖乖给我把嘴闭上 随后他冷冷地看向了我 虎师八师吧 刚才你说要给我赌一把 行啊 你想怎么个赌法 既然张总号称股神 那咱们就玩一玩股票吧 张良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吴宗林听到我要跟张良赌股票 忍不住深深叹了一口气 似乎在他们眼里 我这种行为就是在自取其辱 有意思 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要跟我张良赌股票 好啊 一会就要开盘了 咱们就各自选择一只股票 看看谁的涨幅更大 我自信地笑了笑 不过 张总就这么敢玩 可没啥意思 再加点踩头如何 我的这句话宛如重磅炸弹一般在人群中炸开了 硬碰硬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加踩头 这也太不把股神张良放在眼里了 实际上 我也确实没把他放在眼里 我现在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张良了 就算是巴辉特来了也得跪 张良怒急反笑起来 小子 你还真有种 还从来没人敢跟我说这样的话 加多少 你说个数 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就加个三千万吧 太多的话 我怕你玩不起 这话瞬间把张良激怒了 三千万太少了 要玩就玩大一点 五千万吧 少了这个数 你他妈就给我滚蛋 说完他便直接写下了一张五千万的支票 小崽子 轮到你了 拿出你的资本 别只靠一张嘴 跟我比钱 老子砸死你 这就叫实力 安平平看到那张五千万的支票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他知道张良有钱 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钱 我不急不缓地从口袋 掏出了寒天证送给我的那没班纸 这没班纸 现在最少价值六千万 我的筹码大你一千万 你在天洪区域有一家酒店产业对吧 差不多就多出这个价格 张良愣了一下 最后哈哈大笑起来 谭平平更是一脸饥讽地看着我 真是笑死个人了 一个破戒指还六千万 苦十八 我真没想到当初会给你带了这么大的伤害 你这都精神错乱开始胡言乱语了 说完他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就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 小子 你要是没钱的话就说一声 我给你个机会 绝两声狗叫让大火听听 一声我算你十万筹码 说完张良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他身后几位老总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你不信的话 可以找一个董行的做个鉴定 吴宗林见我依旧从容淡定丝毫不虚 他不禁心中一动 随即便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十分钟后 一位儒雅的老者来到了现场 朱老 您可是咱们龙舟的二品鉴定师 要不 您给长长眼 看看这班纸到底值多少钱 朱老点了点头 然而原本一脸平淡的老者 在接过班纸的瞬间 突然双眼突起 表情明重 连呼吸都变急促了 脸上更是浮现出激动的红韵 两只手也跟着剧烈地颤抖起来 老先生 凑合看看就得了 别当真 这个破戒指估计就是那个穷比 从夜市买了糊弄人的 放屁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懂什么 闭上你的狗嘴 朱老突如其来的一句怒斥 吓得安平平本能地闭上了嘴巴 张良却是眉头一皱 朱老 你这是几个意思 朱老深吸了一口气 这班纸 包姜古旧 公义惊人 同体是祖母绿的翡翠 内环可以看到龙形虚影 万万没想到 明太祖失传了这么多年的贴身班纸 居然能让我亲眼看到 朱老的语气激动到震战 并在场中人无不震惊失色 小兄弟 你这班纸是否有兴趣出手 最低价不少于八千万 我微微一笑 改日相谈 张良一脸不可置信看着朱老 朱老你确定 这班纸真的价值八千万 朱老却是满脸严肃 我以个人信誉担保 绝对错不了 而且我说的八千万也只是保守估计 一旦上了市面 遇到合适的收藏家 怕是一个亿都说低了 请客间 朱老这番话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安平平更是呆滞了许久才反应过来 此刻的她连肠子都毁清了 要是以前多点耐心继续哄着这个臭屌丝 给自己刷礼物 那不是早就起飞了 好你个苦十八 当初跟我哭穷 原来都是你装的啊 你个骗子 安平平顿时气急败坏 指着我一顿破口大骂 关你鸟事 你是脑子进水了吧 滚一边去 说完我也懒得理会她 而是看向了张良 怎么样 张良 张总可以开始了吧 此时的张良也刚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等宝贝 但很可惜 接下来这没班纸就要归我了 我冷冷一笑 张总 现在你的筹码可不够 你得把你旗下的那个酒店也打上 你要实在舍不得 那就先写一个欠条吧 混账 张良还需要写欠条吗 我那家酒店连败房产 至少价值1700万 我现在就写字票 说着她一脸不屑粉 是豪爽地又写了一张字票 此时的张良自信满满 说到炒股 她还没怕过谁 在她眼里 我纯粹就是来给她送钱的 随后众人来到了一间会议室内 这一局高达七八千万的超级豪赌 瞬间将在场的老总们都吸引了过来 苦大哥 我还真想看看这个姓张的 一会输了会是个什么表情 放心 一会包你看得够 在场这么多人 估计也只有肖天豪会相信我能赢 说完我们两人相识一笑 两个垃圾 口出狂言 等会有你们哭的时候 安平平这话瞬间把肖天豪激怒了 臭娘们 什么评委啊 也配跟我做一个桌子 狗屁的股神 老子教教你什么叫小兽 说着肖天豪一个电话打了出去 很快 一个身材火辣皮肤白皙的女子走了过来 一米七的身高回眠风润 把在场的老总们看得直流口水 豪哥 人家来了 肖天豪一脸挑衅地看着张良 看到没有 这才叫女人 你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长女人的眼光却是连狗都不如 这把安平平气得满脸丈夫 却又无力反驳 此刻张良的脸上也挂不住了 对比之下 安平平的姿色的确一般 越是对比 她就越失去了兴趣 小姐 我是张良 后风集团的执行董事 能否认识一下 张良眼神充满了热情 馋得够呛 都快望眼欲穿了 算了吧 看你面相 我不喜欢 张良眉头一皱 隐隐来了火气 我可以给你钱 很多钱 女人有些嫌弃地瞥了张良一眼 行啊 肖总给我每个月二十万 你得给我两百万才行 因为我不喜欢你 钱给够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 然而这让张良没法接下去了 堂堂古神 完全被人看不起 居然要沦落到花比别人多十倍的钱 才能找女人的地步 这不是冤大头是什么 呸 那种 没钱还能装 张良却是冷冷一笑 随后看向了我 再加个彩头如何 如果这一局我赢了 这个女人今晚跟我走 随我处置 说完张良一脸 阴狠地看了那个女人一眼 你要输了呢 这时 安平平主动走了出来 如果张总输了 那我跟你走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我对你这种残话败流没兴趣 这样吧 如果我赢了 就答应下来 行 那就这么定 此刻 股市开盘时间也到了 这局豪赌即将开始 众人也都擦亮了眼睛 充满了期待